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蠻包文化有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反方蠻包文化不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接著介紹本場的裁判 首先是坐在主席左手方的陳思南學長 各位好 再來是坐在主席正前方的張德腰學長 各位武安 再來是坐在主席右手方的劉彥錦學長 各位好 再來介紹床號電視 正方由台南異胸三任 正方一面吳靜智 正好 正方二面蔡醫生 目前體驗減變 各位好 正方三面正義不準 大家好 賀 caps 閒暑 聽方三面三面探頓槓 一面 Jed 一面蔡醫兵 sheer跟你... 拍手 拍手 大方三面 黃長臺 先進去今天結練 過程各位 分場比賽才奧瑞剛四四四次 研究室聲論直訊 結編各四分半鐘 本行將於三分三十秒時 按理一場請示範 三分五十九秒四分鐘時 按理各按理一場請示範 四分二十八秒 四分二十九秒 四分三十秒時 按理一場請示範 現時請台上辨識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召喚結編至台前 出現決定結編準局 出現結果 由反方先行做結編 出現結果 由反方先行做結編 比賽即將開始 請在場觀眾講 手機調整程證 一分三分六 或是精英 請在場宇林小後面門中開始 熨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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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有各種不同價值的互相角度 並且交達多多專業知識 一般人即使即時想要初步了解更多 也必須耗費許多時間查看許多資料 與了解議題脈絡 即使有時間 一個議題也總是包滿很多專業知識 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簡單地自己了解 於是便促成了一種加公共議題進化 降低議題了解成分的工具 也就是所謂的懶人包 所謂的懶人包 這只將一個議題截取重要部分 讓讀者可以在三到五分鐘 即可看完的文章或組件甚至是影片 並有文字潛白做以前線一種的核心 在短時間內了解世界大致上的情緒 而懶人包文化 應包含哪個層面 首先 社會上有越來越多人 以及媒體管道 譬如新聞 雜誌 政論節目等 將複雜的公共議題 製作成懶人包 並提供懶人包 給那些有需要的人觀看 其次 也有越來越多的人 在想要了解公共議題時 會選擇用懶人包去接觸公共議題 作為初步了解公共議題的工具 因此 所謂的懶人包文化 指得便是社會逐漸透過生產 與接收懶人包 作為了解公共議題的其中一種工具的文化 而我懶人回 對於公共議題的理解 應當視為一個具有深淺層次的光顧 其中包含初步接受資訊 想知議題脈絡 建立自己觀念等等 而當我們在使用了解這個詞彙的時候 在這個光顧上 應該屬於較於粗略表面與基本的人體漫愁 回歸到我們的辯題 國方認為懶人包有利於對於公共議題的了解 中文以下三點 首先 對於原先就是自己去了解公共議題的人而言 懶人包的出現 是可以讓這群人示範裝備的工具 透過懶人包 他可以大致了解這個議題的真意點以及影響面向 但根據這些關鍵字 在進一步去尋找更深入的資訊 好比在一個廣大的讀書館 你不是在盲盲的書牌中隨意給你選擇基本書來看看 而是在別人的建議之下 你可以有效率的直接選擇到與該議題直接相關的書籍 並且使你有沒關係跟節奏資訊 再來 對於那些原本就可能有意願想去接觸公共議題的人 卻礙於時間的不足 或是本身知識和能力的缺乏的人來說 懶人包具有快速閱讀 吻自遣含的核心 正好降低了那些人進入複雜公共議題的歷談 舉例來說 一個在農村重點老的不貌的條文 或是何能定義的算法 可能對他來說太過於膽障 這時懶人包就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可讓他以他的理解的語言解釋 來了解這個意義 時間上來說 懶人包也可以比較迅速的方式 讓原本在忙碌之中的人 躲在三到五分鐘內 用了解整個公共議題 最後 對於那些可能對公共議題 又沒有很大興趣的人而言 懶人包可以提供他一個很簡單的機會 去了解該公共議題的大致的情況 他對於公共議題產生興趣 就像電影預告片一樣 當人們在觀賞電影預告片時 可能會因為預告片中 對電影簡單的介紹 而促成了他們會更想去觀看完整電影 同樣的 在觀看完男人包後 那些原本對公共議題深有興趣的人 可能會開始對男人包產生興趣 甚至是誘導他們在看完男人包之後 更進一步的去找其他資料 綜合一想說出 男人包文化的出現 透過簡白 惡藥 反隔 降低公民了解議題的進入成本 可以使人們在閱讀完藍包後 能使他們相對於閱讀藍包之前 對該公共議題有更多的認識 有利於他們對公共議題出入了解 而他們也可以選擇藍 而他們也可以選擇藍包提供給他們出入的這些資訊 進而去往更深的一層的去了解公共議題 最後 以上同步 國方認為藍包文化有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國方認得到此結束 時間後 來 請防禁公共議題 請反方二臉上海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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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於了解公共疑事 是因為您認為男人包如同 國書館的所影響 可以讓我們一般大眾簡單快樂 以及建設的進步 那他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呃...呃... 呃... 對 問我就是 您剛剛提到的就是 就是我們國方在市民房子 提到的那種 不是 那就是我們國方還有另外提到的 就是來告日子 會有辦法 就是他可以成功 就是他可以公共疑 哦 所以是計畫他的興趣 是 那還有另一種是 呃... 還有另外就是 呃...就是 呃...就是 哦 哦 呃... 呃... 呃...就是 還有一種就是 呃... 因為男人包就是他所 呃... 事實上就是也是像 平常男人包索就是他所比較喜歡的東西 所以 呃...所以男人包可以講的 就是他紀錄的 哦 OK 所以那我就... OK 那對面有所謂的問題 請問一下 您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是討論 懶人包文化 你覺得懶人包 跟懶人包文化 是進行什麼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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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只是就是 我想得到資訊 大量的使用 懶人包 今天就是 就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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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些新聞可以給我加 都會說起 然後... 呃... 呃... 然後就是他們會整個就是... 那同樣也是就是各種人 各種營業 各種商業方面 就是利用懶人包 就這個社會在利用懶人包嗎 是 那我幫你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你今天是一個 非常熱衷於搖滾文化的人 好 Rocker文化的人 但是你今天 你只有 就全身狀態的像Rocker 你今天行為就是很像Rocker 你使用了這個Rocker文化 但是你內心舉止 完全不認同這個Rocker文化 你內心對它 我是極為唾激 對啊 沒有 那你這樣子 你配稱你是不是一個Rocker文化的存在 而不要同 可是就是 就銀方剛剛那個 就是一個Rocker文化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我 完全不認同這個Rocker文化 那 那為什麼 就是我不想 就是我會選擇這個 可是剛剛沒有 我之前想幾個問題 那你瞭解說 所以對於 多文化來講 除了使用它 還要有認同嗎 這樣 這個兩個才會 做成文化的要件 你們都可以理解嗎 所以銀方可以認同 國方就是對於 除了要使用以外 還有包括認同 才會做成文化的要件 您幫帶奶耳包文化是一個認同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認同相信奶耳包文化帶給我們的資訊 那麼這樣子才是對他的一種認同、對他的一種信任 你知道嗎,我幫你拿奶耳包文化就是 就是當有了包括一格的 對,沒錯,你不會使用奶耳包 但是我剛剛才有,我透過日常去跟你講 除了這個文化的定義就是我們也要對它有定層的認同 請讓我們財神稱之為文化 要不然我們就說我們在使用奶耳包就好了 幹嘛講奶耳包文化 最重要沒有,我們這邊可以達成的共識 就是今天,奶耳包不等於奶耳包文化 對不對 是,剛好那一點就是 對,OK 都要沒有,我剛才就奶耳包 剛才在醫院導致的深論 醜成過的意義都是有關奶耳包 而不是有關奶耳包文化 不是,剛好,我剛才可以導致 中時的時間奶耳包化 就是可以興奮多人去接觸到更多的奶耳包 但是您方在一任保 前面的第一年奶耳包文化是 只有使用而已 而沒有像我們您方剛才達成的認同 達成的共識 就是有包含認同與信任的方面 OK 剛好,您方所有的認同與 認同與信任啊 不是你要認同這個文化 你要信任這個文化 那才叫做一種奶耳包文化嗎 你要信任、認同奶耳包 剛好,可是您方所有的認同 就是認同奶耳包裡面的 當然啊,你要信任 當然,可是就是今天 那很便宜就是 就是,可能對奶耳包製作總製來講 先來上邊 請反方一面上台 請反方一面上台 反方一面 奶耳包跟奶耳包文化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像是我們在討論 山寨文化有力 社會進步這個變形式 這絕對不只是在討論 手上的山寨手機 和社會的關聯而言 而是在討論 山寨文化 或過抄襲魔王手段 加上其反權威的價值觀 對社會有主要的影響 同樣的 奶耳包文化的定義 也絕對不只是 很多人都在使用奶耳包 有一說明 當我們在討論 無家文化有力面對現在生活時 無家文化的定義 是一個生活態度的問題 絕對不是大家都在使用無家文化 先可以認真 無家文化有力面對現在生活 同理 大家都在使用奶耳包 並不能稱為奶耳包文化的定義 而是文化下的一種現象 再者 奶耳包文化 可以由奶耳包的認同 使用 但是不應該包含奶耳包的質疑 此點 舉例來說 當我們討論某些人 某些人擁有 草根文化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覺得 這群人認同 草根文化 使用草根的價值觀 而不是這群人 否定 治理草根的價值 同理 當我幫認證 一群人 都有奶耳包文化的時候 這群文化使用者 也應該是認同 奶耳包 相反的 治理來耳包的民眾 也不應該在 這個便體的 討論上 反面來說 之所以 大家都在使用 奶耳包 必定是認為我沒有需求 社會大眾相信 奶耳包可以 告訴我們 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我幫自己證明 認同 已經是文化使用者必要的項目 如果對於我們文化 正確的認同 那麼 奶耳包沒有需求 沒能看 便不會形成 奶耳包文化 所以 透過以上對於 文化概念的情緒之後 她認為 奶耳包文化的意思 應該定義為 當社會大眾認同 奶耳包的使用 習慣用奶耳包的方式 去捏捏身分 一體是 在切割了奶耳包和 奶耳包文化之間的差別 在於認同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 今天正方同學的詞 試圖告訴大家 因為奶耳包 給予大家更多資訊 所以 有了更多資訊 就有利於了解 公共的意義 是沒有意思的 透過正方便 我們結至目前為止 證明了奶耳包的方式 所以 接下來便體的核心討論 並不是要我們從資訊 獲得的脫华來理解 而是在於 到時的社長的心態 究竟是有利於 還是不利於了解社會意義 對此 方便不認為 在試圖面接社會意義時 到時的 無敵奶耳包 習慣使用奶耳包的生活態度 是有利於了解社會意義的方式 原因更在於 當你是以為強的 用奶耳包理解社會實施 當你相信奶耳包 可以正確告訴我們社會上 在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不利於 了解社會意義的開始 了解社會意義的本質 應該在於 指引、思辨、思動 去了解社會實施的 核心真點 各方說吧 進一步做出自己的價值選擇 但是奶耳包文化 讓我們一起思考 我們習慣在於 面對困難的檔案服裝爭議時 期待別人幫你收集好資訊 期待別人告訴你 這個世界怎麼了 我們在媒體 我們辦爭議的時候 會從奶耳包 認為奶耳包會告訴你 一切必要資訊 而停止了讓自己 主動去導致的真相機會 曾經說過 像說有謊言 互信還是真正最大的疑問 奶耳包讓我們 以為自己聽懂了 已經了解了 用在探索了 我們停止思考 我們願職 進而安逸的相信別人 幫我們整理好資訊 我發認為 這種正式的態度 便是了解公共議題 這樣子 我們停止思考 公共議題的過程中 最大的疑問 眾方所述 他單位是覺得 凡包看委員 會願不必了解身為 我發聲的調查結束 請來 先報告單位 請正方旁邊上台 請坐 請坐 我這兩個人都沒有理好 我都沒有去確認一下藍人包的問題 一方認為說藍人包文化不利於了解公公鐵面 是在於一方使用藍人包的心態 會導致你不願意主動去找資料 甚至不願意質疑資料上面的可能會有錯誤的東西 如果沒有不在一樣我幫老師來承認 我幫醫師說今天藍人包告訴我這個藍人包文化有這麼多的好處 那有這麼多好處我們是因為相信他 相信他我們不會讓他做的主題 所以這個藍方剛剛所說的 這個了解公公議題必須要有質疑要有思辨的能力嗎 我幫他做的 保持這種概念 對 對 對 那剛才請教藍方的前提 今天要有質疑要思辨的能力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要先握有一些資訊籌碼 才能辦法進行公公議題的質疑跟思辨的能力 有沒有 藍方這個前 藍方達成質疑跟思辨之間 你方是不是應該要先了解這件事情 他們有籌碼之後才有辦法去打這個動作 我幫你講了 我幫你解釋這個資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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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身面對這件事情的產態度上面 應該就是先要保持實驗的態度 不是說我要得到這個東西 先要保持實驗態度 我幫你不太了解 你方意思今天是說我今天去不管 假如不用藍包 我去看路 看齊 看東西 我都要先保有質疑的態度 我幫你解釋這個態度才是留意的 那都要請教你方問題 為什麼使用藍包 看藍包上面的資訊不會有質疑的態度 因為藍包包作 今天之所以會形成藍包文化 這是因為它盛行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表面的狀態 就是我對於它有這個認同感 才會形成文化 那對於這個認同感 總表 為什麼 總表 請教你看看我的問題 今天我可能不認同素食文化 對我身體有健康的影響 但是我是不是爭奏素食文化影響 因為我可能平常沒有主動 或是如此的公正的態度 那你講過這兩個東西嗎 總表 我幫想要問的是 今天不一定要認同這個文化 還是一樣會深受對文化的影響 所以你放一句話說 今天我不喜歡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又可以去 又可以去做文化 總表 我幫他說的是 今天文化這個東西 不是你認不認同問題 是存在於社會上 你就無時無刻會被它影響 總表 不是這樣 我幫助了我的話就是 你相信它才會形成文化 如果你不認同這個東西 你怎麼會形成文化 你根本不會想去表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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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到底要不要相信它 你才會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這一點還有 但你幫待會兒去告訴大家 為什麼一定要相信 你才會深受它的影響 總表 不是這個意思 我幫幫助就說 我幫助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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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幫助就說 如果您這樣做的話 還請您幫待會兒 你調查 好 總表 我再請到您幫的問題 回到剛剛一開始的第一個問題 總表 您幫剛剛也承認了 使用懶人包也可以獲得資訊,你幫他依便合成的資訊 剛剛依便好像想要做資訊所認識? 是,剛剛不要,那今天我獲得的資訊 是不是可以達成你方的思辨之一的這個動作? 你幫他告訴大家,了解公共議題要有思辨之一的這個態度? 那我看完懶人包之後,我對這個公共議題有興趣 我想要去探討懶人包,去進行這個懶人包的公共議題裡面的思考過程 是不是你幫手法追求的心態? 沒有,我幫我兒子,這是在這個時候的 我意思是說事前在變成這個態度的問題,就應該先找出這個態度 因為這個文化會形成你相信任何嗎? 沒有,我們來移信一下,事前的態度是 你要事前要有自己主動找資料的能力 你還是你事前就不應該相信這份資料都講的是對的 你都要對他有所知的 我問我,就是要這樣調整的態度,我注意了解公共議題 因為如果你在事前,如果你相信主事 你現在這個文化,你相信這個東西,你再要避止 我問我,這就是自己也有問題 沒有,如果說你事前不斷的避止一任務 這個東西,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接受到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幫任務這樣就有利於,你幫你思考的經驗嗎? ……另一個問題,請真方二便上台神walk 請真方二便上台神 verm 酱油 各位長者們 首先先提一下我方的論點 他們的論點其實很簡單 他們認為要形成一個文化的先覺藥 是必須要去相信這個東西 你會去使用的東西 你認同這個東西之後 大家去使用才會形成文化 而接下來 他們論證一切的前提都是在於 文化是認同的這個東西 才叫做文化 接下來 他們論點在於 他們說力於了解的定義是在於 你會不會去質疑 你會不會去思念 又不是去思考 那我方先生在這裡做出第一點質疑 為什麼今天一定要有 為什麼今天 今天他們說質疑實現之後 才叫做你能夠去了解這個問題 然後我想請問 各位長者們有一件事情 今天你在使用喇人包之後 你去事後質疑這件事情 你先握有籌碼之後 再去質疑思辨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是力於了解的一種 我想請問 各位長者們這兩個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為什麼事前事後的差異這麼大 事前才叫做力於 事前的質疑思辨才叫做力於了解 事後的思辨不叫做力於了解 接下來 現在各位長者們所多的相信認同 你要去認一個文化裡面 必須相信這個東西你才會形成文化 我剛剛對你這點提出質疑 為什麼今天你一定要去相信你 認同你才會形成一個文化 一個文化是大家莫過的受其影響 是大家的社會風氣漸漸形成而成的 並不是在於你內心真的有去認同這個東西 舉例來說好了 例一個素食文化 素食它可以在一個短時間填放你的肚子 你可能今天你必須要用素食 那你今天必須要去吃素食來填放你的肚子 但是並不代表說你內心深處 你是真的認同素食這個東西 這是對你來講是有益的 接下來 現在再來闡述我方論點 接下來我方認為 今天你必須要去參與了解工藝跟異體 套用到工藝跟異體來說好了 你必須要質疑CV一個工藝體 首先來講 你必須要有籌碼 請大家試想 今天你完全不知道一個工藝體來講什麼 你完全連合適什麼東西你都不知道 你可能才會說 合適什麼能吃嗎 這種人 你有辦法幫他投入公藝體嗎 沒有辦法去 這種人他有辦法去質疑思辨一個公藝體嗎 沒有辦法 你要去質疑思辨一個公藝體的一個前提是什麼 你必須要握有資訊 你必須要認真公藝體 你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分 必須要有一點點的一個了解 你才有可能可以進入到 事後一個質疑思辨的一個地方 要不然要請問中央沒有一些事情 其實對於一個在農村重點的老肥美來說的話 他怎麼可能會了解符貌議題在講什麼 符貌議題條文裡面的東西在講什麼 這些符貌議題堅設難得每個大學教授 他都不一定會了解 一個農村老肥他真的能夠了解嗎 他應該說 他真的能夠完全了解這個功能 他說他真的能夠看得懂這些符貌議題 堅設難得這些文字嗎 他想去了解符貌議題 他必須透過什麼方法 他必須要透過減白的文字 才能夠了解這個功能 他必須要透過 自於時間忙碌的人來說的話 他必須要透過一個時間比較尖短的方式 他才有辦法來解這個功能 對於一個沒有資質成本來說的人 他怎麼了解這個功能 必須要一個淺白的文字 他必須把一個很困難的監測 難得一些文字 翻成比較淺白白化的文字 他就要透過辦法來結束這個功能 所以對這種來說 他能夠想要結束到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的問題的唯一籌碼 唯一能夠運用的方法是什麼 懶人包 因為懶人包他可以 他可以運用一個比較淺白的文字 他會用比較讓你時間比較短 讓你來瞭解這個功能 他會用時間比較短的一個方式 讓你至少沒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來瞭解這個功能 你可以接觸這個功能 你可以有一個更粗略的一個瞭解 接下來 懶人包他才有一個預告片 我剛剛音樂所說的 預告片的一個作用 他可以讓你勾引起你對一個公共議題的興趣 在你 首先你要 為什麼你會去思念 你會去植一個公議題 第一點 你必須要有辦法去接觸他 第二點 第一點 你必須要有辦法去接觸他 第二點 你必須要對他 第二點可能是你如果對他來講 有一定的興趣的話 你可以更提 去植一個公議題的一個空間 第二點 再請大家思想 今天你如果完全沒有支持 你完全不知道這公議題還是有問題 你當然無法去了解公式公議題 你無法去指引 無法去思辨 第二點 如果你對這公議題 你有更深的興趣 你有更 更深的興趣 你對這公議題有限 你是不是更容易去質疑 去思辨這個公議題 接下來 請在我們面上 看資訊 各位 東廟 各位 東廟 您好 東廟 聽了一方聲論 我問你們的問題 今天素食文化是不是不等於素食 那能代表素食文化的人是不是認同了 是不是說 因為這個素食 給我們概念是快速 一個迅速的概念 所以不代表素食文化的人 是不是認同快速的概念 對 他可能認同快速的概念 不代表他認同整個素食 會帶給他的影響 東廟 我再問你問題 今天你這樣問好了 今天如果要說一個一群人 你代表染膏狀化的人 他是不是應該具有愛染膏 希望染膏 或是認同染膏 以及認知所有的資訊都要用染膏 東廟 我剛剛可以認同說 敵方說的 他可能會愛用染膏 但是他不一定是完全吸得染膏 他可能會叫愛用染膏 東廟 你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代表可以代表染膏文化這群人 會去指染膏嗎 東廟 我這當然是有可能的 東廟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今天你根本就注意文化好了 今天你說你如果能代表原住民國罵人 是去認同的住民國話 還是去認知人的原住民國話 東廟 我方認為這兩種人都會存在 所以能代表的是不是只有認同這種人 不是 不代表 東廟 我這樣說好了 染膏是不是借由 習慣借由染膏 但是我方不認同說他一定要認同才就 都把人搞文化的東廟 所以你方 好沒關係 這常在 你方現在不認同是說 這個文化你不用去 要形成一個文化你不用去植疫 不用去信在 不用去植疫科系 我方說你不用去認同 你方也會在被文化的直播 我方說你不用去認同 我方想要告訴你的說 這代表這個文化的人 並不能說你去植疫這個東西 為什麼今天你會去用這文化 你不代表 我方說你能代表 就是你能用 你講說能代表 能代表 你方說能代表有什麼意思 今天這個文化的核心 是不是因為這群人愛用染膏 去信任染染膏 才是這個文化 東廟 我方認同 我方只能夠認同到 他今天只是愛用染膏 想用染膏 想用染膏來了解公文 你並不代表他心裡說 我完全認同染膏 東廟 為什麼不認同 東廟 東廟 他只是 那染膏的話代表 只是我一個人 出現一個公益的時候 我會去想要去 用染膏的話 來了解一個公益 但不代表說 我會完全認同 染膏告訴我的一切 東廟 東廟 你染膏的話就寫給誰看了 是不是 是不是寫給 像染膏的人看 東廟 東廟 不是啊 為什麼他 東廟 東廟 如果你是報警 你會不會去查資料 東廟 為什麼這群人他就不會去查 東廟 東廟 是不是群人喜歡給 喜歡 喜歡對 對一個新音 他喜歡去求 為什麼染人包 東廟 東廟 我方認為 這群人是 懶人包文化裡面的人 但是我方認為 懶人包文化 並不是只有這群人 東廟 能代表 是不是只有 這群人 只有代表 東廟 不是 我方不認同 我方不認同 沒有 東廟 回到下一個問題 東廟 你方今天 跟我說 今天 這個 懶人包 男包的終極 可以讓人家 都低不去 進場 這邊 東廟 就是你一方是覺得說 買到這東西可以降低門 讓人家去搶金 然後被一起耗盡的狀況 那都沒有 這點我方也認同 那都沒有 這是牽扯到你說 今天你去吸收這個人工 是不是正確的都沒有 你能保證他自己的一定 就是一定是完全對朋友 沒有說我都沒有 那時候就有口罰都沒有 所以前提第一點是 吸收到錯誤並不代表不利 並不代表不利於有一個狀況 都沒有你對一個東西 知道他就是錯了 然後你去相信這個 懶人包他會這樣 都沒有 為什麼你接受到錯誤之訊 你就是不了解你 我幫你這個 都沒有你去交錯誤之訊 你會這樣子過的好了 你今天身為一個懶人包無法 應該是說你會很 因為你所有經過公益 都已經透過懶人包 都沒有可能懶人包是他的這個 對阿 是通過 對阿 那今天我會 唯一通過這個 是因為我信任他會通過這個 通過這個 通過不一定 不一定是要先了一條這種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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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今天剛才早上一臉其實有跟我們達成一個共識說 今天來人包容的話是包含了大量的實用 以及信任這兩方面 但是好像其他幾位便有不太了 沒關係我們在這邊再清楚的說明一次 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今年兩岸背著遍體 就是儒家文化有助於適應現代社會 我們來仔細想想儒家文化這個詞所代表的含義 他的核心價值的是什麼 是我今天房子蓋的像儒家文化 我今天行為俱矢 穿的衣服像儒家文化 這樣走就能說我是儒家文化的傳承人嗎 當然不是嘛 如果你今天心裡面仍然存在著就是黑中文化 什麼儒家文化 什麼 我不相信他 我不喜歡他 你能說你這樣 是中國數千年來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嗎 當然不行 你心裡要有那份認同感 你要信任儒家文化這個東西 這樣子才叫文化 所以方面有今天跟我們講 沒有今天認為說 今天認為說我們要包 懶人包文化有包含吃 這個東西 在我剛才前面也跟你講的共識 今天懶人包文化所存在 就只有大量的使用懶人包 以及相信任何懶人包而已 今天那一群會去質疑懶人包你做 供給你們諮詢的人 那群人不叫做懶人包文化 那群人不是懶人包文化所要討論的意思 因此今天懶人包 今天對方論證的也只有到今天懶人包文都帶給我們什麼利益 帶給我們什麼注意 但是卻沒有論證到懶人包文化 帶給我們什麼注意 帶給我們什麼利益 所以今天對方一變稿裡面其實對於這個懶人包文化是不合一的 即使今天對方便有接下來採用換了一個定義 或是跟著我們的定義 可是他們的利益間接也會成為 為什麼我們會去相信任何文化 進而讓我們停止去思辨 讓我們停止去思考 讓我們開始被動的接受資訊 我不光接下來會開始全力去論證這一點 各位請想想看 今天我們在哪一個方面不是不斷的去提出質疑 是哪一個不是不斷的去提出批判才有現在的成果 我們講科學好了 一開始的時候教會提供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今天太陽是繞著地球轉的 這個概念持續了幾千年都沒有人去質疑 它奉為唯一的真理 直到哥凡尼提出了日星說 改變了這一切 顛覆了一切 我們就是要提出質疑 提出批判 我們不能蓋著接受資訊 要不然到現在 到現在我們都會認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而今天太陽就繞著地球轉 如果我們像對方便宜了一樣 隨著懶人包文化一樣 我只要一接收到懶人包 我就被動的接受資訊 懶人包說什麼我就信什麼 我不提出質疑 今天懶人包裡面有錯 我不知道 因為我相信懶人包的內容 懶人包裡面有偏僱 我不知道 因為我相信懶人包 懶人包今天根本就是虛偽 夾造的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相信懶人包 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懶人包本身根本無法幫助 當懶人包根本無法讓你了解現況 了解真實是什麼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還敢講說 你這是在有利於了解公共的意義嗎 當你停止了去思考 懶人包裡面的事物 事物裡面的事實 是不是正確 你停止對他提出質疑 你沒有再去查證他裡面的資料 就像我們現在辯論一樣 要查對方的資料 檢證對方的資料 你如果停止這個動作 你完全去相信他的話 請問一下 這樣子裡面出了什麼錯 你完全去相信他 你會知道嗎 恭喜二樓便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先稍告三樓 請正方一便上台 我請不詳一來 請你感謝祝你的 joining我呢 Russians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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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